参加广播节目前立委林静怡 侃侃而谈 他透露就在10月23号 陈伯伟被罢免的当天晚上 接到不少征询电话 其实在礼拜六 伯伟委委员的这个罢免案结束的 当天晚上 其实我就接到一些电话 包含激进党那边的电话 跟我们自己党内的几个好朋友 或者是以前的好同事的电话 那他们当然 第一个都跟各位媒体一样 问我说你户籍在哪里 对这很重要 对那那我说我户籍在台中 林静怡坦言 这一仗不好打 挑战性高不轻松 但还是选择承担 你知道我有那种 容易打抱负品的个性 而且其实伯伟在选的时候 他在之前选举 就是19年的时候竞选活动 我也陪他扫街等等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其实伯伟委员 他们办公室真的有处理 蛮多未还的议题 反观蓝营则陷入焦虑 一直被传出代表 国民党出战的在地资深议员 吴琼华一再表示 他没有意愿 有可能让外界猜测的女女对决破局 第一段时间 三十八年之后呢 那因为严立委 严前立委 严官衡这边 其实是大家应该是会直接 比较觉得是比较恰当的一个 出来探选的人选 所以就一直会在这个部分 做一个等他们的讯息 严親彪出席鎮南宮記者會 严家選或不選始終沒鬆口 讓外界猜猜猜 人選難產 國民黨自家人開始召集起來 而严家不及攤牌 到底在盤算什麼呢 罷免了 但是最後補選沒有上的話 對严家來講是一個重傷害 所以以現階段來去做評估的話 沒有必勝的把握 那會使得严家必須要在 是不是要推出 严寬恆 甚至是严利敏 來做候選人的情況 可能還需要再更謹慎的評估 严家如果再投入補選 兩年內選兩次 連番征戰 冰皮馬困 另外罷免案 雙方票數差距極小 補選等於背水一戰 严家如果輸了 恐怕重挫 長久累積的政治能量 台中的補選 趕快來請教我們台中的永鴻議員 其實我們截錄的這一篇 是同樣來自台中立法委員 莊敬成 幾個小時之前他PO文 PO出了這一篇新聞 這個報導怎麼寫 標題說台中二選區立委 補選 顧民動位派向 國民黨的人出來講說 持續勸勁严家 這個委員 這個議員 這個現在是什麼樣的情形 到底國民黨在這邊 在這邊不就是嚴家勢力 比國民黨勢力還要大嗎 到底是誰在拜託誰啊 其實我很早就 我想我應該是桃園 第一個講說 嚴家並不是 這一場戰本來不是 嚴家要打的戰 是國民黨在害嚴家嘛 就國民黨很熱 就黨中央 就是說實在 這個地方的 這個罷免案是誰熱著推動的 又不是地方的人推動 是台北從羅志強開始 一一點名然後推動 這關地方事關你台北什麼事 然後後來再來就是 所有人都去蹭 我都講說是去蹭嚴家的熱度嘛 你朱立倫又沒票 又不是明星 去也沒 小貓兩三隻沒有人理你 你江啟成更是選輸的黨主席 你去那邊也是蹭人家的熱度 通通在蹭他們家的熱度嘛 就是這是一個 因為從過去選票 嚴清彪的 在他當地拿的票 立委的選票 就比國民黨的總統候選 馬英九還要高 嚴寬可能在當地拿的票 也比韓國瑜還要高 這個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狀況是這樣 你去說現在國民黨希望他選 他為什麼說在猶豫 我覺得猶豫是真的啦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說 這個地盤就是你嚴家的嘛 那你嚴家不選誰選 那你猶豫是因為重傷啊 因為投票出來的狀況 他當然會害怕嘛 只差四千多票 只差四千多票 而且整個罷免案是動員 有沒有 你來一堆人從那個國民黨的名嘴 包括甚至連趙少康這些都跳出來 戰鬥狼跳出來 那事實上激進黨 陳柏惟包括民進黨 其實都冷處理嘛 那時候推斷說你可能不會過嘛 就是那個罷免案不會過 所以陳柏惟最後也只有什麼 就是苦刑嘛 但你出來這坦白講 出來投七萬三千多票 不同意票 這是跌破大家眼鏡 相信也震撼到國民黨這些人 他想說莫名其妙 因為他們原來預估不同意票 大概就是後面開始在吹票的時候 預估大概只有三萬多票 甚至那時候賭盤是賭說 最多就是八萬 就是罷免票就是八萬票 然後不同意罷免票就是三萬票 不會超過四萬票 所以開出來 他們沒有超過八萬票 只有七萬七千多票 然後這個不同意票 有七萬三千多票 是大家都嚇一跳 就是所有中部 有在幫忙動員的人 包括他們自己都嚇一跳 你說這樣子要去再打一戰 怎麼打 地方派系是這樣 地方派系的選舉 不只是台中 全國地方派系其實都很糟 這是我們台灣地方政治的毒瘤 真的要把地方派系處理掉 地方派系的選舉是 當你都沒有人注意我的時候 是最好的 如果投票率很冷 投票率越冷越好 因為我的人都動員出來投票了 投票率越高 全國越關注的時候 坦白講那是最辛苦的時候 過去在地方派系 坦白講你有想過 這一次是因為陳柏惟的罷免案 大家開始去檢視嚴寬恆 那我來講 過去有誰知道 嚴清標以前做立委的時候 跟誰選過 我們這邊也有前輩在這裡 當然前輩一定記得 但一般老百姓 我想問問大家 你印象中有想過 誰跟嚴清標選過嗎 實質上沒有 為什麼 因為地方派系的選馬 就是不要創造議題 就是安安靜靜的 這個票選完 然後那天投票 大家一早出去郊遊回來 剛好八點鐘或者十二點 好去簽一簽 然後投完票 身分證領你投完票 然後吃個便當回家 也許還領個走入宮 那他根本不希望有新聞關注他 所以補選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挑戰你知道嗎 因為全國都在看 補選是全國都在看 你所有的網友 臉書的朋友 然後所有的這個 這個年輕朋友都在關注 不管有沒有駐台中 你大選的時候 大選的時候沒有人在關心說 我這一大選全國七十幾個立委在選 每一個立委都想辦法說 我要上電視 誰還有時間離你某一個選區 總統自己也在選 誰還會離你某一個選區 就算關注也不關注部分而已 七十分之一 也許表現好一點 也有也許有五十分 但你就是只有那部分 所以其實對地方派系來說 他比較擔心的就是補選 過去的補選都沒有被大家關注 主事長每次補選投票就很差 但是現在因為你經過 你這次罷免案下來 那小英又下令說 要跟民進黨要跟激進黨一起 他講的就是 民進黨跟激進黨一起 把他贏回來 一定要贏 那都下了這個軍令狀 那就是全國都在看 然後再加上到時候 包括趙紹康 朱立倫 這些人一定又會跑去蹭聲量 我告訴你 人家想說 你們是要讓我們家 所有的事情都給大家看 對不對 以前大家只知道 顏清標是鄭南宮董事長 只知道說好像他是兄弟 但是不知道有那麼多 因為沒有人關心 你現在全國都來 然後趙紹康都來 包括支持國民黨的非這一區的 都會區的選民 也開始看說那一區 難道國民黨的所謂的知識 藍理性藍不會覺得 為什麼這是我們的地方派系嗎 所以你說到底地方 顏家他會不會擔心 這個是苦戰 我覺得是苦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剛剛也有傳出 比如說什麼剛有一位吳瓊華 我們的同事 這當然不可能是他 為什麼 他是紅派 議員你直接說不可憐啊 因為他是紅派嘛 顏清標是黑派 黑派就算顏清標 他們好不容易罷免 把這成本罷免下來 這一位控出來 怎麼可能我黑派不選 讓你紅派派一個人來選 那我黑派就倒了 所以黑派一定是要派黑派的人出來 只是說這個人到底是不是顏寬恒 是不是姓顏 還是是不是顏家的人 因為黑派不是只有單一顏家嗎 就像紅派 紅派有江家 就江啟成他們啊 紅派有張家 就議長他們家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黑派 過去楊瓊因為什麼從這個地方 跑到這個三層去選 因為那時候單一選區改制了啊 他不能跟顏清標比啊 所以他就跑到另一區嘛 這就是黑派的地盤 那個選區包括大渡龍井 沙鹿 烏日 霧峰 大渡龍井跟霧峰其實就是 對不起跟沙鹿就是顏家 他們黑派的地盤 上一屆的議長是他的地盤在龍井 那顏家的地盤就是沙鹿跟大渡 很多人都以為都講說是大甲 大甲不是啦 大甲鎮南公司在大甲西伊北 跟這選區其實沒有關係 那是在別的選區 所以你看這三個是他們的地盤 霧峰過去是這個審議會啊 中興新村那邊啊 所以公務員很多 公教員很多都國民黨票 所以只剩下烏日是一個 比較新的新興區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 這個不同意罷免票 在烏日是衝高的嘛 就新移民進來 那同樣的 他怎麼可能把這個地盤讓出來呢 我這個地盤只要讓出來之後 不要說是讓給民進黨 或者是林靜儀或者是過去陳柏惟或anybody 我如果讓給紅派以後 我黑派這邊地盤就交出去了 過去的紅黑是鬥得很兇 所以我意思說 大概也不可能去看到是其他人 一定就是黑派的人 但黑派的人有誰 是不是嚴家 是不是嚴寬恆 是不是嚴利民 還是說他們嚴家 還有哪些親戚 或者說不姓嚴 那是黑派 一定是黑派的人 這是派系的邏輯 再來就是我們去選 坦白講 這真的是要靠投票率 因為地方派系的動員 是我們無法想像 像之前才投完票的這一次 事實上新聞也寫了 但你也不能說他不合法 就很多地方社區老人會辦活動 都辦到那一天 大家早上去爬山慶生 回來剛好八九點去投票 怎麼這麼剛好 平常我坦白講 那些活動也是每一年例行舉辦的 剛好今年就是選那天辦 那你也不能說他有瑕疵 但法律上確實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講這個補選 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但不只是對於我們來講 不只是對於所有 覺得對陳柏惟 覺得不敢 覺得不敢的人來講 其實對地方派系也是 因為這是一個地方派系 我們能不能維持 我本來想說四年後 大家都選得很熱鬧的時候 我默默的把他贏回來就好 結果你現在搞得 全台灣都在看的時候 還要全台灣一時檢視我嚴家 可能不只檢視嚴寬恨 你下次嚴家出來 可能連現在不是很多人在討論說 是不是他們家的媳婦要選 我說還問我 說他們的媳婦你有沒有看過 我說實在人家那個媳婦 也從來沒有出過 就是說沒有漏過鏡頭 可能只有結婚的時候 那現在可能全國都在檢視 你們家從老到小 然後你們有哪些親友都在檢視 這是地方派系最不願意的 地方派系就是 我不要讓你看到我在做什麼 然後全國來檢視我 所以對人家來說他也是苦戰 他心裡可能很歐國民 講說你們家真的來 你們就亂台灣 還要亂我們地方派系 所以這是一個苦戰 但這也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指標 透過這樣指標 我希望這一次 從這個反 從罷免案一直到我們補選 這個指標我們希望全國 都用一致的標準來檢驗 全國各地方的地方派系 大家以後就知道 我告訴你 不是只有嚴家 不是只有台中的地方派系 全台灣都有地方派系 希望大家以後就用這樣標準 現在大家也知道 地方派系有哪些 其實都一樣 只是換了姓名而已 大家回頭去檢視 所以年輕以後要知道 一定要回鄉投票 否則我們的故鄉 永遠都是地方派系 這個地方派系 要好好請教一下溫生溫大哥 因為其實怎麼會局勢演變到現在 我們大家本來都以為說 罷免之後 嚴家應該很開心啊 馬上跳出來 結果怎麼會現在搞到現在 還要國民黨去拜託嚴家 出來選呢 好 昨天林靜宜委員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也說 其實他有聽到一些地方人士跟他講啊 總不能每次都你們啊 你們就只嚴家 不能每次都你們在這邊當立委啊 他說他也期待 國民黨有更好的人選 讓大家看一下嘛 你要證明給大家看 不然你國民黨當初出錢出力 動員成將要罷免3Q陳柏惟 你要證明說你國民黨 不是黑白工 白白奶奶 你們是不是有更好的人選 結果怎麼現在國民黨大家 大家都不太敢表態呢 國民黨 當然他現在因為黨產 算是比較拮据吧 那選舉本來就要錢嘛 對吧 所以黨月表他單單一個震撼工 像印鈔機一樣 大家也知道說 你的黑德現在 總管線來看你最拚了 那這個這個事情 林靜宜我覺得 如果說民進黨拍板 就明天趕快付諸實施 免得說 好像大家都在看這兩兆 朝野兩邊要派誰 所以岩家應該會派出來了 第一個回水不流外人田嘛 女兒當了副議長 然後兒子如果再回去國會殿堂 至少部會首長都要買岩家的帳 那還好啦 媒體人至少先把這個醜話 就講在前面 我們就看到了周一擴就先嗆了嘛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延青鏢出來了 說得很客氣 我又不去黨啊 那周一擴就說沒來賭家頭啊 這個這個變成有點像鬧劇啦 因為所謂黑不黑道 黑道這個字眼 是我在二零零七年 我就已經寫在報紙上了 我說不容黑道綁架馬祖 因為從一九九九年 黨過兵馬路足正安宮之後 整個正安宮 歸的方槍左板嘛 包括他媳婦 還在正安宮前面 這個辦了什麼什麼模特兒走秀 你說正安宮馬祖出巡的時候 那些辣妹在在在那些花色上面 在那邊在歌在舞 這跟我們傳統 代價媽要回娘家 是善然遜禮 走了八天八夜 那種精神感念 仙人的開闊 完全不一樣 甚至於正安宮 為了要跟北港朝天宮 算是說什麼我叫回娘家 表示說你北港朝天宮 北港媽比我那麼大 還改變路線到新港 改寫歷史 我是覺得趁這個機會 再把他扳回來 本來就是從大甲回去北港 那你硬是把他轉到新港去 差很多 還學到才學不懂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事情 黨月表情表態 林靖怡這一邊趕快大家樂觀其成 讓他下去這樣 把這個黑道的氣焰 把他算給壓下去 要不然過去的黑金 我們看到屏東正太極 那種現象 會慢慢在 野火一樣 會慢慢在蔓延的 剛剛講客氣是說派系派系 說我派系的歐島 地方的意味到現在有多少黑道 大家心知肚明 外國都是 其實全國議長副議長 大概一半以上都是 不只一半 有很多地方 七成以上 至少七成以上 這個連美國的博士論文 都拿這個來當議題 來當論文來寫 你就知道說 臺灣這些 善良老百姓 把這些黑道都要放假 多嚴重 我們就要讓嚴加在徹底的 有點像 這個這個算是歼滅戰 從陳柏惟讓你得逞 但是讓你賺一次 你得逞之後 發現說夭壽 臺灣人 大家都咳嗽 對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算反彈 就是說大家都要秀書旁觀 看陳柏惟 把這個黑道的國民黨 這的黑金 都要給付 水銷給人家 差四千幾票 四千幾票給黨月表 怕到嘛 所以出來你看 他說我這個不會提告 不好意思 不提告 你請律師站在旁邊做什麼 叫律師來就是要提告 律師在旁邊做背書 說好不提告 表是自己心虛嘛 所以民進黨趕快明天快刀轉爛嘛 不需要再等待 大家全力以赴 火靠開始下去刷 要拚大家來拚 對不對 誰打誰 最快是明天 林靜怡已經抓得了 頂來把他已經刷好了嘛 而且民進黨也說 明天就要完成這個提名 真的是不是林靜怡 大家都很期待啦 不過國民黨嚴加這邊 真的變得現在變得非常低調 到底嚴加在擔心什麼 我們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來 再來請教韋山跟委員 收集一下